美鳳有約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又到了黑貓爬爬Go的時間 上個星期 美鳳姐帶大家去3D劇場 回顧青森的美景 還有試飲蘋果酒 也去了蘋果研究所 品嘗不同品種蘋果的口感 今天更是一大早就起床 體驗在蘋果樹下做瑜伽 看著瑜伽老師 帶著鳳姐幾兩位學生 一起做瑜伽 是不是很放鬆的感覺 尤其在蘋果樹下做瑜伽 還能聞到蘋果淡淡的香氣 可以說是非常幸福 又健康的早晨運動 做完早晨運動 美鳳姐準備帶我們去哪裡呢 我們繼續走 好美的風景 各位看到這個山就是 岩木山 現在在這個地方是 金青夢農場 好的 這個瓶果農場 現在很多的觀光客 就是台灣來的 還有香港來的 他們都會上網預約 然後來這邊直接搬蘋果 各位朋友 你怎麼知道 蘋果是什麼時候慢 什麼時候吃比較好吃呢 我們就來上課了解一下 我們請到農園的主人 我們歡迎 瓶頸秀樹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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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穿這樣顏色 在這個綠色當中 多亮 就像一個蘋果一樣 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蘋果 我們今天在這裡有看到 有那麼多的蘋果 聽說昨天還有很多的台灣朋友 來這邊搬蘋果 蘋果最好吃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吃 早上 中午 晚上 請問一下 因為在晚上收穫的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前天的葉子 融分光合成的 蘋果在夜中移動了 所以就變成好吃的蘋果 蘋果 它的光合作用都到了樹葉上 然後到了一個 經過一個晚上 蘋果吸收非常多的養放 營養素 所以早上來 搬這個蘋果是最好吃的 這樣大家學到了嗎 沒錯 觀眾朋友 如果想要來體驗摘蘋果 建議套榨來開後吃 而且瓶井先生也說了 農場的這些蘋果樹 可都是栽培了四五十年了 要栽培這麼久 栽培當中 它大概什麼時候收成 要怎麼照顧 我們才可以看到 線條有這麼多很漂亮的蘋果 蘋果的木是 冬天有雪 我們會在雪上 剪刀山葉 我們會剪刀山葉 現在是春 然後暖化的時候 蘋果的花會咲起來 花會咲起來 已經開始了 整個農場裡長出來的蘋果花 蘋井先生說 全部都是手動摘的 而且一個蘋果花 都要做兩輪的摘花動作 真的是非常辛苦 介紹完蘋果摘種的過程後 現在剛好是喬納金的收成季節 蘋井先生也親自帶著美鳳姐 來體驗採摘 OK 掌聲鼓勵鼓勵 真的 你來體驗一下 你好有成就感 沒有想像中的 會這麼需要用力扯 真的 輕輕這樣子 彎一下 翻一下 它就下來了 水濺濺 因為蘋果 其實有的人說 水沖的 不然就是 煮一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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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吃 其實一拌一拌就能吃了 酸酸甜甜的 你一咬這湯汁都出來 超好吃的 新鮮的 咖啡飯 你也可以來體驗一下 沒錯 觀眾朋友 你們也不用擔心 蘋井先生說 你們來體驗 他也都會親自教大家 怎麼挑好吃的蘋果 其實一路過來 一棟市場裡面 這麼有一個蘋果 不過有的蘋果特別紅 當然紅有的合文 讓我們請一下主人 來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蘋果有的會這麼紅 我也是有弄回事作業 吊回事作業 這是什麼意思 人家的顏色是紅色的 反對側的顏色是薄的 所以這樣轉圍 這樣轉圍 好 有這麼多紅的蘋果 就是這樣 所以另外這麼多蘋果 一棟這麼多蘋果 牠要用洗 真的不簡單 真的用新鮮 來到 除了紅色喬納金的品種以外 還有其他黃色 不同品種的蘋果 都是品景先生的用心 而且你們知道嗎 青森有名的紅前城公園 現在秋天 除了可以賞菊花與紅葉以外 春天的櫻花也是非常的壯觀 為什麼呢 其實跟蘋果也有關係 牠們就是利用跟種植蘋果樹 一樣的剪枝技術 才讓春天的櫻花 可以華麗盛開呢 各位觀眾朋友 青森蘋果 不是只有栽種下很多功夫 從栽下蘋果開始 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用心的嚴格把關 從樹上栽下蘋果之後 牠們就會一箱一箱的 直送玄果廠的冰箱 再陸續經過人工來挑選品種 以及看外表的好壞 受傷嚴重的話 第一關 可是就會被刷下來 送去做其他加工品 好的蘋果呢 就可以到下一階段 光感應機器做挑選喔 這個光感應機非常的仔細喔 就像照人體器官的X光一樣 除了可以測出蘋果內部有沒有受傷 還可以測出甜度呢 接著再進入下一關 看顏色 大小形狀 自動分類往不同路線前進 最後分出不同的甜度 再由人工裝箱包裝 最後這一箱箱的蘋果 就送回大冰箱裡囉 而且你們知道 為什麼一直到過年期間 甚至全年 都還可以吃到好吃的蘋果嗎 那是因為他們有厲害的冰箱技術啦 牠的冷藏很厲害 可以放在整個手上 兩萬手吧 然後牠會特別測試 譬如說 牠讓牠那個蘋果就保持 保持那個新鮮度 牠會放一個氮性 然後把裡面的氧都拿掉 那個時候就機器控制人 不能隨便進去了 反正牠就是很費工 很丁心的 到了一個時間之後 就把這些冷藏的蘋果送到 那個也是冷藏的卡車 整棟的 整箱的這樣 然後再去哪裡 東京 然後再坐著回來台灣 這個就是他們這麼用心栽培 然後種了這個蘋果 一棟一棟 就這樣一個過程 今天我很高興來參與 走到哪裡都是蘋果箱 真的很幸福 還不只這樣 就連裝蘋果的木箱 也是非常講究的 我們去了工廠 看了很多的木箱 你知道嗎 牠的木箱其實很需要的就是 牠會把它曬太陽 因為牠不想上一些漆料幹嘛 讓牠曬太陽 然後乾了之後 牠拿去裝蘋果 蘋果送去工廠之後 然後他們可能要換成 別的箱的時候 別的譬如說保利用 或是紙箱什麼的 這個箱牠就可以回收 回收之後再利用的話 牠利用一些什麼 那我們就要請教 這位專家就是 蘋果木箱的社長 老哲先生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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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來到這裡就有一種 比較那種時尚感 很簡單 然後它是在回收 我們看一個重點 我們看牠坐的椅子 牠這個椅子聽說 也是在回收上面有數字 有數字的意思就是 牠們送去菜市場的時候 都要做一些記號 這是市場上 搜尋落到時的 例如搜尋落到人的 號碼或是 那些東西都入了 那等於這個就是 沒錯 因為現在牧箱需求減少了 除了回收 重複 再利用以外 這些牧箱還能有一些 附加的文創產業 今天美鳳姐就要來體驗 自己做一個小牧箱 就由社長先來幫我們做示範 這會緊張 對 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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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很少做 都是職人在做 勞勞 失敗了 如何 成功了 好了 就不要為難社長了 觀眾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體驗 社長還說 其實用木箱保存蘋果 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他們使用的這些木 都是青森 以及嚴守北部的赤松 耐久度較好 而且他們發現 跟紙箱比起來 如果蘋果放木箱幾天後 顏色還會更好呢 所以四個人就可以預約了 除了可以在箱子上彩繪 也可以自己做木箱盒 回去裝蘋果 送給親朋好友 非常地大方 各位朋友 美鳳這一次來 跟大家分享很多蘋果 那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蘋果會那麼好吃 就是他們也很好的土 然後再來 就是他們的水質非常地棒 所以才會種出 這麼好吃的蘋果 好 水質這麼好 現在美鳳帶來 大家來這裡的地方就是 一個很厲害的水庫 那麼它是世界遺產的 白神山地 這個水庫叫做 金青水庫 好 這麼棒的一個景 然後這個水庫是怎麼維護的呢 我們請到的是 專家來跟我們分享 他就是三浦先生 你好 你好 三浦先生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蓋一個這麼大 這麼棒的水庫 最主要的目的 還有它的歷史 津軽田是 白神山地 白神山地 一直在津軽田的地方 流通的岩木川 建設了多目的泥 重點來了 蓋了這個世界遺產 這麼棒的一個地方 而且還列入為世界遺產 這個自然保護是非常重要 你看看 我現在現在這樣景象 它是每一段時間 譬如說再過一個禮拜來 可能它就不一樣 我們給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這個日的楓葉 更紅的時候 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 好好的維護呢 所以自然的維護是 有沒有什麼 掌握一些什麼重點 你所看的通常 自然豊富的地方 建設的地方 建設當時 周圍的動物和植物 充分配慮 以工序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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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不影響動物的形態之下 然後蓋著這個水庫 重點來了 來到這裡 就看看水庫 看看風景 一般旅客來 除了我剛剛說的這幾點 還有什麼樣的玩法呢 美鳳阿鐵 大家問問 試圖以為 各種風景 景色在這邊 大林檢區的地方 期間限定 大林檢區 大林檢區 大林檢區的地方 晚上有不同的感覺 太好了 現象的樣子 大林檢區的地方 可以看到 可以到裡頭去 看一下當初他們是怎麼樣 建設的 超好的 金青水庫可以說是 青森縣最大的水庫 還曾得到日本的優良設計獎 得到這個獎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白神山地是日本人很重視 要保護的世界自然遺產 所以這個水庫蓋在這個 自然環境裡面 一定要符合這個景觀 跟這裡融為一體 不會破壞這裡的自然環境 才能得到這個設計獎 所以觀眾朋友 想要了解這龐大的建造工程 你們也可以預約 或有導覽員帶大家爬樓梯 去看看內部的結構 以及當初是怎麼建造的呢 還不只這樣 這個水庫形成了金青白神湖 來到這裡可以進行滑艇 和立式講版的水上活動 也可以搭著水路兩用車來遊湖 還有解說員導覽沿途風光 很適合全家來玩耶 好 這次大家有一個不同的選擇 也要感謝地方政府 他們就是可以這麼有心 把青森規劃得這麼好 讓朋友來這邊可以看 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觀之外 還可以參與他們建設工程 還可以在裡頭 這麼好的水質 那麼好的空氣 然後這邊玩水 划船什麼 太棒了 我們非常謝謝參譜先生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青森蘋果新鮮美味的原因 除了氣候以及好的地理環境以外 水質也是栽種美味蘋果 很重要的工程 在這樣不破壞自然環境下的水庫 還能維護得這麼好這麼漂亮 真的是不容易 接下來美鳳姐 帶著我們繼續回到水庫下面一點的 西木屋村 這裡有一座西木屋工廠 是改建過去作為小學使用的建築物 來到這裡 一樣可以感受到過去小學的樣貌 只是他們將這裡又增添了不一樣的用途 除了可以喝個咖啡 還可以體驗工廠利用天然日本山毛矩 製作出金清地區特有的傳統工藝品 我們剛剛介紹的世界自然遺產白神山地 正是世界上流存最大的山毛矩原始森林 這種樹木無法作為柴心燃燒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 基本上沒有太大用處 但當地人可不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擴葉樹的矩木材 適用於各種環境 不容易破裂 不容易歪曲 所以他們運用了山毛矩的木質之美 以及樹幹的韌性 拿來做各式不一樣的小家事 現在我們就跟著美鳳姐 一起來體驗製作看看 今天我又來上課DIY一下 其實你們都可以來體驗 教我的這位是藤田先生 老師好 老師好 先生 對不對 對 他有五年的經驗 當然他也是練了之後 才有辦法今天要做的這一個 這個產品 到底要做什麼呢 對 聽說它的木材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木頭很不一樣 所以才可以雕塑一些器具 是不是 這個是 布納 木材 用來做的工具品 這是布納 看來看 可以看嗎 可以看嗎 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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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木材 才有辦法做成這樣子 彈性那麼好 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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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練習教美鳳姐怎麼動作 不要以為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角度、力道 一開始都不容易 不過多轉幾次之後 你看看美鳳姐是不是 越來越熟練了 已經有個弧形出來了 海上自己覺得還滿驚訝的 沒想到木頭 它竟然那麼有彈性 那麼的柔軟 那麼可以雕塑 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不過在這裡雕塑的時候 是我們可以DIY 這個算是不是很 比較可能可以容易上手吧 那手有力氣也更好 它其實還可以做很多的成品 沒錯 山毛菊 雖然不容易斷裂 但它因為水分含量高 沒有辦法做梁柱 所以大部分 都是拿來做一些小家事 除了當地人拿來做家事以外 很多飯店、店家 也都會拿來做裝置使用 還記得上一集 美鳳姐入住的飯店嗎 客房內的燈飾 也都是用這些山毛菊製作而成的 那麼美鳳姐的手作品 也差不多半成品了 他說為了讓自己以後看到這作品 能想到今天的手作體驗 特別邀請藤田老師 也一起再幫這個碗雕塑一下 藤田老師說 完成之後 還可以選擇不一樣顏色的塗料 幫忙上色之後 就可以帶回去保存留作紀念囉 非常謝謝藤田先生跟美鳳 我們兩個合作的一個 DIY的一個手工藝品 其實有機會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邊 因為是在世界遺產局 水庫就在上面 然後很快很順了 你就可以來這邊參觀一下 喝個咖啡 然後這個DIY的一個手工藝 這個也算是文創的 大家做起來參考囉 非常謝謝藤田先生 謝謝 美鳳這次來青森帶大家去 我們也參觀了他們 怎樣喜歡好吃的藤田 還有裝藤田的木箱 也規劃得很好 還可以回收 接著再來 有那麼好的蘋果 當然水質很重要 今天帶大家 也到了世界遺產的 這個 很棒的一個水源地方 最主要很多的 他們使用的水都會從這邊過去的 其實 青森 春夏 秋冬都很可愛 很漂亮 新鮮蘋果超好吃 如果來到日本 你就要多吃水果 因為在地水果 他們買的時候 價錢都很漂亮 很便宜 價格很便宜 然後東西都非常地好 所以歡迎大家 直航來 青森出頭 好開心 我今天收到 日本青森寄過來的蘋果 超特別的 上一趟去外景的時候 他們還沒告訴我說 有這樣的蘋果 你剛剛看到了吧 它是很難照顧的 在它很小的時候 就貼上那個貼紙 然後要照得太陽那個光線 讓這個字 繞在這個上面 它不是雕刻的 所以成功率其實不高的 以前用字 但是這次大挑戰 好成功 好強 這是真的 非常地用心 而且非常成功 再次謝謝青森餡的用心 做出這麼漂亮的蘋果 而且青森的蘋果 連皮都一起吃 非常有營養的 大家多多吃青森蘋果 好吃 美鳳有約